如果我希望做出几个效果 包含就是说 星号输出三角形 一颗星到十三颗星 OK 这边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反过来怎么输出 然后呢 除了反过来之外 可以再怎么样呢 把这个直角三角形从左边变到右边 也就是说呢 我需要什么呢 前面加空白 几个空白呢 如果这边有十三颗星的话 那这边就要十二个空白 加一颗星 也就是total一定是十三就对了 那这边的话就变十一个空白 到这边就一个 那这边就零个 12到零 那这边是1到13 这样怎么做 他还要反过来 那首先的话呢 跟各位讲一个 就是在那个python里面比较特殊的写法 什么叫特殊写法 就是如果我今天要输出什么 输出几颗星的话 这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一样 我们在那个 python里面的建模组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 py div的module 那名称的话也许就什么 星号输出三角形 类似像这样 finish 那一样做cancel 那程式部分的话 首先我们还没有讲说 三角形输出之前 我们print print几颗星的话 我一颗星 只要是print的星号 这个应该直接执行 就print什么 print这颗星 一颗星嘛 但是如果我要13颗的话 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字串在python里面可以配合个称号 乘以13 乘以13 特别说这个只有在python可以 你不要在vba做 vba不支援 其他语言也不支援 如果你这样的话 它等同是repeat 13颗星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输出什么 1到13颗星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把什么 把这边本来123 1到13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是上面你可以讲 先产生一个什么 for i 什么in range 那我要11到13的变化 那我就可以什么in range 然后1 逗点 13那就14 冒号 OK Enter一下 然后再把 这底下再增加一个什么 增加一个printer 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星号怎么样 乘上 i就可以了 有没有 所以第一次就输出一颗星 然后因为printer本身会换行 所以换到下一行 执行看一下 1到13颗星 有啦 第二个部分的话 如果我希望这个三角点颠倒过来 变成13到1 颠倒过来 颠倒要怎么颠倒 先多 先多再少 所以特别注意哦 1斗点14 你整个要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1 前面是13 后面变多少 对0 对0 13到1 下一个是0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重点哦 斗点 一定要打一个 对 负1 step 特别说 如果你没有打这个负1的话 他就是1 就是加1 他就13变14了 那就不会到0了 所以他就直接跳离了 如果你是负1的话 应该叫减1 13减掉1 就12 12 11 到0 停下来了 那就是13到1 OK 这样的话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13 12 一直到1颗星 OK 其实这个程式 以前在Java也写过 以前用Java写 写到复学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么简单 用Java来写 哇 绝对不止两行 写一堆 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效果 现在用Python来写 真的是太简单了 应该可以看懂的意思 应该不困难吧 OK 我建议是要理解 而且哦 尽量是自己赶快打一遍 然后再来还没有哦 把它再颠倒回来 如果我今天哦 希望再做另外的变化 1到14乘上I嘛 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把这个正向的效果哦 前面本来是左边的直角三角星 把它变成右边的 也就是说前面哦 还要再加上空白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就是底下这个 这个 12个空白 1颗星 11个空白 一直到0个空白 哎 这放在前面 那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来切一下 星号输出 先1到13 然后13到1 再来就是做那个 如果我今天希望前面加空白 那这个部分呢 要怎么完成哦